2022這個字眼對我來說,那些數字其實是有一個時間線 第一個這個,我聽過補裝,其實是尋寸的意思 純粹是找一個Memories,即是missing memories 的一個很寶貴的地方 所以我純粹是用這個方式去recall,或者去搜尋一件東西 這個可能是沒有解決過的,但是純粹是 我覺得搜尋這個動作,我想都需要有一種這樣的心態 即是不會再是一些,我要去很失敗的地方 可能是有一種不同的態度在這裏 即是福華裏面都有一些意義的東西在這裏 即是,我刻意將一些魚,就像一些化石的魚 地點可能是一個比較廢墟的場景 我純粹是想拿一個很廢墟的時間過去的形式去說出來 而這組數字給我來說,其實還有一種是 叫離開的一個態度 這幅畫就給錢,或者之後的幅畫有多一些醜醜的東西在這裏 有很多阻礙在這裏 那樣的東西出現了 但同時其實就有很多的,可能你説是一種的 寄託一種的想去的那個的心態 如果我用一個二人二一個時間線來講 是未來的一件事 即是比較,我會覺得 是之後我們想要面對的一個態度 但可能這個態度就變得 在這裏的時間線裡 可能有一些阻礙 可能很大的風,或者很大的雨 即是比較上是有一些阻礙 這裏是想捉緊很近的一種記錄的東西 隔離,疫情,這些字眼 又是這個年份,或者是10月上年到現在 這個年份比較出現的一種字眼 所以想記錄當下的一種的時刻 最當下是這個 即是你説是在面對最直接的東西 但我自己Future的想法 或者過去的一種尋找 其實沒有這麼現實的一件事 所以變相畫的時候 都刻意沒有拉到好抽獎 其實這幅畫我自己改成 《知魚之樂》 其實《知魚之樂》這個故事也挺有趣的 其實我刻意去把油和魚 放在畫面上 但魚和人的態度可能很不同 但至於這裏就說 其實究竟 需不需要刻意知道這條魚在想什麼 或者這條魚 需不需要刻意知道人在想什麼 其實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共存著的 即是兩種不同 或者不要說魚 或者其他人都是 在一個素生雅條裏 都共存著一件事 但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事件發生的 所以這件事就想呈現這種狀態出來 所以現在加上一些思考在裏面 對的 attached 如麟 知道